舅舅 你抓这死端秀干什么 这位客官 舅舅 舅舅 把你的狗借我拥有 舅舅 待会儿再收拾你 给我在外面待着 知道了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魏无羡 晋江文学城 莫香童秀原著 猫尔FM出品 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 寻生工作室协作 玄幻广播剧 魔道祖师 第一季 第八集 我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 哼 我还以为你会拾口否认 我有什么好否认的 你果真是不知悔改啊 你也是一般的毫无掌尽啊 好 那我们就看看 究竟毫无掌尽的是谁 去 别过来 瞧你这十年如一日丢人的样子 蓝箴 蓝箴 骑子 回来 你叫谁 啊 我倒是忘了问你 你什么时候跟蓝忘机关系这么好了 我 我 我叫了他的名字 哼 上次在大范山 他那么袒护你 可真叫人奇怪 哦 不对 蓝忘机护的倒不一定是你 毕竟你跟你那条中狗干过什么好事 姑苏蓝是不会不记得 他这种人人吹捧赞颂的端方炎正之辈 岂能容得下你 没准 他是和你偷来的这具身体有什么交情 注意言辞 我从不注意这个 难道你不记得了 哼 那倒也是 哼 你也有脸让我注意言辞 上次在大范山 你对金灵有没有注意言辞 我 有娘生没娘养 你骂得好啊 真会骂 金灵今天被人这么说脊梁苦 全是败你所赐 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 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 忘记了发过的事 可你别忘了 他父母是怎么死的 我没忘 我只是 我没忘我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说不出来了 没关系 你可以回莲花屋 跪在我父母林前 慢慢地说 我做梦都想回莲花屋 但不是现在这个 我不是说了让你老实待着 你过来干什么 舅舅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 刚才骂你半天不肯说 非要现在说 就是因为你刚才一直骂我 我才不说的 你听不听 不听我不说了 快说快滚 我今天的确是遇到了 很棘手的东西 我觉得我遇见了温宁 温宁 什么时候 在哪里 就在今天下午 向南大概几十里 有一间破房子 我本是听说 那里有异象才去的 谁知道里面藏着一具凶尸 撒谎 温宁一旦藏匿起来 除非我主动召唤 否则绝不会现身 你为什么不能说 心灵这事 想帮我引开 我也不确定啊 那具凶尸行动极快 我只能隐约看到一个背影 但我听到了 跟上次大泛山一样的铁链响 才猜想会不会是他 要不是你劈头盖脸 骂我一顿 我刚回来就跟你说了 万一他现在跑了 你没抓住 那也要怪你自己脾气差 不能怪我 回头再跟你算账 快滚 好啊 你真是上哪儿 都带着这条听话的好狗 他早已是个死人 我也死过一次 你究竟还要怎样 怎样 他再死一千次一万次 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当年没把他灭掉 很好 今天我就亲自灭了他 我这就去把他烧了 错骨扬灰撒在你面前 你要干嘛 喂 不用绑着我吧 还用紫电这么废周章 老是待着 金灵 你把里面那个人给我看好了 他说什么都别信 都别听 不要让他发出声音 要是他敢吹哨子或者吹笛子 你先堵他的嘴 堵不住 就直接砍了他的手 割了他的舌头 这是说给我听的呢 知道了 看个人我还看不住吗 舅舅 你跟那死端秀关在一起做什么 他又干什么了 这不是你该问的 把人看好 回头不见了 我一定打断你的腿 知道了 走 是 你去那边 你去旁边守着 你们站在大门口 我进去会会他 是 四段秀 我去就跟你说什么了 为什么不让我听 我们大人说话 你一个小孩子掺和什么 不说就不说 我还不稀罕知道 你也能解开紫电 废话 不想等我舅舅回来要你的命 就跟我走 这边 快 他怎么也跟着 你让他走开 真没出息 仙子从来不咬人的 不过是样子凶猛罢了 这是受过延训的灵犬 只似要邪碎 你当他是普通的狗吗 打住 你叫他什么 仙子 他的名字 你可以苟取这种名字 这名字有什么不对 他小时候叫小仙子 长大了我总不能也这么叫吧 不不不 问题根本不在于小还是大 你这取名字的方式是跟谁学的 肯定是他舅舅 当年江城也养过几条小狗 取的名字都是什么 茉莉 妃妃 小爱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勾兰名将 男人不拘小杰 你纠纯这个干什么 好了 就在这里停下吧 这里就是之前遇到江湖郎中的地方 南战应当就在附近等我 你得罪了我舅舅 非去半条命不可 现在我放你走 咱们扯平了 你就这么放我走 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要抓我 知道 他怀疑你是魏无羡呗 那你呢 你不怀疑 我舅舅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他一向宁可抓错绝不放过 不过既然子电抽不出你的魂魄 我就姑且认听你不是 再说了 兴魏的又不是断秀 可你居然还敢纠缠 反正你今后和蓝灵金事无关了 要犯病也别找我家的人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你站着干什么 还不走 等我舅舅来抓你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 更不要指望我对你说些肉麻的话 年轻人 人这一辈子呢 有两句肉麻的话是非说不可的 哪两句 谢谢你和对不起 我就不说 谁能拿我怎么样 总有一天你会哭着说出来 呸 对不起 什么 大饭山上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 对不起 也没什么 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 我的确是没娘眼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比任何人差 反之 我要叫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我比你们都强很多 好了 我要回去了 江城 你怎么来了 舅舅 他腿上这恶组痕都这么黑了 还真棘手 这孩子惹的什么东西 这叫我怎么帮他清理啊 阿歇 来举个字 举字 举什么字 你未来的 为什么 兰灵金是下一辈是如字辈 就叫如蓝 金如蓝 金如蓝 恶组痕清理不易 好在 还有笨法子可以用 你刚刚是不是打晕了我 你竟敢打我 我舅舅都没打过我 他不是经常说要打断你的腿吗 他不过是说说而已 你这个死断秀到底想干什么 我 韩光君 你还想骗我 真是韩光君 我我我我走了 你这个死断秀 可恶的疯子 我失聪了 这事没完 韩光君 让你久等了 怎么了 脸色这样难看 人没抓到吗 别别别 韩光君 你干什么跪我 我要折瘦了 单膝而已 单膝也不行 你腿上的恶族痕 怎么来的 就 那么随随便便 不知道怎么就来了 你清除不了精灵身上的恶咒 就干脆把它转移到自己身上 差不多吧 这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反正对付这种东西 我很有经验 我只离开了几个时辰 这几个时辰很长了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来来来 平身 普通的恶族痕而已 如果种下他的邪碎来找我 打散了就好 韩光君你可要帮我 你不帮我 魏英 你知道了 什么时候知道的 很早 你遇到姜婉淫了 这个你也知道 你身上 有紫电留下来的负伤 没事 小伤 只要我和他活在这世上 迟早会遇到的 对了 韩光君你还没告诉我 你抓到人没有 在哪 抓到了 人在客栈 那就好 我们先把时宝的事情解决了吧 你别走了 不走你背我呀 打住打住 我随口说说罢了 被姜崇宇子电电了两下 电麻了而已 又不是腿断了 大男人还要人背 太难看了 很难看吗 很好看吗 可你也背过我的 有这种事吗 我怎么不记得 你从来不记得这些 谁都说我记性不好 好吧 不好就不好 反正不背 真的不要背 不背 篮战 你说不要背的 那也没说让你这样抱啊 好啊 你要比谁脸皮厚是吧 别乱动 没想到兰战报复心还挺强 从前我戏弄他的 如今他一样一样都要逃回来 这可太长进了 不光修为长进 脸皮也长进了 兰战 你是不是在大范山就认出我了 怎么认出的 想知道 你自己告诉我的 我自己 因为金灵 因为我召来了温宁 都不是吧 自己想 就是想不到才问你啊 客栈到了 好了到了 你该放我下来了吧 你这没有多余的手开门 韩光俊 我不知道 石堡外面的人果真是逆魂丧了 我真的不知道 坐好 你 你们 聂宗主 原来石堡外面被狗咬了的人是你啊 不 不是我 灵犬咬下的衣料在此 聂宗主 那你的袖子怎么正好缺了这么一块呢 我 我只是恰好路过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我来说 看看你会不会听着听着就知道了什么 你要是 要说什么 行路岭一带设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是让普通人远离行路岭的吃人宝传言 第二道是行路岭上没什么杀伤力的低级走失 第三道则是石堡附近的迷阵 这 这什么防线 我从未听过 这里是清禾涅士的地界 除了涅家 没有别人能轻易在清禾设下这三道关卡 何况你还刚好出现在石堡附近 留下了证据 我 我就是 我 所以 清禾涅士在行路岭上建造一座吃人宝 究竟有什么目的 墙壁里的尸体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它吃进去 涅宗主 今日你若是不在这里说清楚 只怕今后捅出去了 玄门众家一捅讨伐质质问 到时候 你要说 恐怕也没人肯信了 我 那根本不是什么吃人宝 那 那只是我家的祖坟 祖坟 谁家祖坟棺材里不放尸体 却放把刀 汉公君 在我说之前 你能不能发一个誓啊 看在两家市郊 我大哥又与你大哥结议的份上 接下来无论我说什么 你 还有你抱进来的这位 都千万不能传出去 可以 你说他不是什么吃人宝 那么他没有吃过人 吃过的 哇 愿文奇想 你们知道 聂氏立家先祖是一位屠夫 所以我们家修的是刀刀 靠杀戮入道血光击中 几乎每位家主都是走火入魔暴体横死 的确 聂怀桑的大根 昔日和蓝锡尘金光瑶 并列三尊的前任家主聂明爵 就是失控发狂 当众暴血身亡 我们历代家主的配刀 力气和杀气都极重 可是在主人死亡之后 他们无人管制 就会变成一把凶器 这可接近邪魔歪道了 不不不一样 邪魔歪道要锁的是人的命 我们家的刀要的是怨鬼凶灵 妖兽魔怪的 他们斩杀了一辈子 如果没有邪碎给他除 他就要自己作祟 搅得家里不得安生 六代家主后来想了个法子 他说这些刀灵想与邪碎争斗 那么就给他邪碎 让他们争斗不休 只要建立一个刀墓 将即将尸变的尸体 当作刀灵的陪葬品 配着刀灵下葬 刀灵会压制死尸的尸变 而同时 这些尸体也能缓解刀灵的需求和狂气 维持现状 相互制衡 那后来又为什么建成了石宝 要把尸体埋在墙壁里 还有 你说他吃过人 这 这几个问题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他算是 吃过人吧 但那不是有意的 我们家六代家主修的刀墓 就是做成了一个很常见的坟墓 但在五十多年前 这个坟墓 被一伙盗墓贼挖了 炸开了 快快快 进来 跟上 当心点 我真是个大木 咱们要发了 这到底是谁家修的坟墓啊 陪葬品全是刀 你后边 什么 哪个随人爬起来了 还有没有祸祸祸 你开 你 哪来这么多凶师啊 还好带了鲍破符 这地方太诡异了 请咱们走吧 走走走走 先走 走走走 你们看 我们自动复原了 报复服已经用完了 那我们 我们怎么出去啊 干什么声音 你等我 你等我飞出来 你敢自动 你敢自动 也就是说 你们在刀墓放置的尸体 在数量上与刀铃 应该是相互平衡的 有凶师被盗墓贼 炸成了碎片 就会破坏掉这个平衡 于是刀墓便自动封死 把这群盗墓贼 活活困在墓中 让这群人自己 来填补他们造成的空缺 就 就是这样 刀墓被毁 后来 当时的家主便在行路岭上 重新选了一地 不在修墓 直接建造了一座祭刀堂 为防再次有盗墓贼光临 便把尸体藏匿在墙壁里 掩人耳目 这祭刀堂 也就是传闻中的吃人宝 嗯 那伙盗墓贼 当初是伪装称猎户进了行路岭 因为他们有去无回 不见尸骨 便有人谣传他们 被岭中怪物吞了 后来石堡建成 又有人无意间路过看见了他 下岭之后 他逢人便说行路岭上 有一座诡异的百宝 吃人的怪物 肯定就住在里面 这便是谣言的源头了 我们家想着 把谣传闹大点也好 这样就不会有人敢靠近那一带了 便添油加醋 弄了一个吃人宝的传说出来 但他确实是会吃人的 是啊 差点就把蓝灵金士的小公子 金灵给吃了 那位金小公子嘛 不知用什么法子在墙上炸开了一个洞 这么厚的墙他也能炸开 身上必然带了不少法宝 不对不对 重点不是这个 我是说啊 他炸开的那片墙 刚好是埋了一具白骨 他进去后不久 就被吸进石堡墙壁里 代替被他炸碎的那具尸体了 这么重要的地方 为何不派人颜家看守 颜家看守不是更引人注目吗 我定期都会去行路岭查看一番的 今天一去 就有条狗来咬我 鸡刀堂跟我们家祖坟也差不多了 我真是 汉光君 还有这位 我都说了 你们可千万不能传出去 既然解释清楚了 我可以回去了 你们是不知道 当宗主是真的苦 每天要操心那些宗族事物 头都要大了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 慢走 告辞告辞 难怪聂怀桑宁可做悬门百家私底下的笑柄 也不愿秦家修炼 更迟迟不敢为佩刀开封 毕竟如果修炼有成 就会性情日益暴躁 最后像他大哥和祖辈那样暴体而亡 死后佩刀还要做碎人间闹得不得安呢 倒不如一事无成 等等等等 蓝湛你干嘛 先除恶族 那你也别总是用这种半跪的姿势在我面前呀 真的要折瘦的 我自己来 自己来啊 恶族痕都爬到腿根了 蓝湛 你手又做碎了 蓝湛快合奏安息 我的笛子呢 蓝湛 笛子给我 好好吹 好好好 哪位他能忍我瞎吹这么久 这些天鬼手被我们装在乾坤袋里带着 还从没有今天这么急躁 难不成 听惯了我瞎吹的笛子 吹好听点他还不乐意了 你身上有东西刺激了他 我 我身上 我身上今天多出来的东西 只有从金灵身上转移过来的恶祖痕啊 就是这个 金灵身上的恶祖痕 是在行路岭上的石宝被留下来的 鬼手对这片恶祖痕反应强烈 也就是说 聂家祭刀堂的墙壁里 可能有他身体的其他部分 明日再去一趟祭刀堂 好 来 这边 这边 帮个忙 帮个忙 来 小心点啊 大把手 来 来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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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二 你们动作快点 今天就必须把这边墙补好 尸体已经好好填进去了吧 宗主放心 聂宗主 韩宫君 还有这位 聂宗主 气墙呢 是是是 不好意思 肯定要麻烦你 待会再气一次了 好好好 等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可是我们家的祖坟呢 长话短说 我们正在找一具缺了手臂的男尸 这东西凶邪的很 我们怀疑它被埋在你家祖坟这面墙里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家祭刀堂用的尸体都是肢体完整的 绝对没有什么缺臂难尸 如果你们不信 我叫人拆砖 把尸体都摆出来给你们看 自证清白 你们把这面拆了吧 是 是 宗主 我说聂宗主 我还挺好奇的 你们从哪里找来这么多尸体镇压刀铃啊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 这些尸体不是我们家的人杀的 是千辛万苦从各地搜罗收集来的 还有不少是重金买的 宗主 好了 这些尸体还真是千姿百态 不过确实 都是完整的尸身 只用拆这面墙就够了吧 还要再拆吗 不用了吧 可以了 金灵身上的恶组痕颜色极深 那东西当时应该和他埋得很近 绝不会超出这面墙壁的范围 你们看 我就说了 我们的尸体根本就没有缺胳膊的 怪了 难道这条手臂不是男人的 不会 男人的手女人的手我一看便知啊 那难不成这鬼手的主人有三条手臂 腿 没错 恶组痕的范围只有腿部 脱裤子脱裤子 你为何要在韩光君面前说这种羞耻之言啊 这有什么羞耻的 大家都是男的 帮个忙 把尸体的裤子都脱了 没女尸的事 只脱男尸的就行 这 天哪 这样不体面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 你们不脱 那我自己动手 慢着 韩光君 韩光君都看不下去了 我来 那什么 你来 你别动 我来 不愧是韩光君 到到了 你看 这具男尸的腿 是被人缝上去的 我来 你来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岁尘埃的孤魂 在天涯涌夜初容身 听谁尝试外光阴宫中朝暮至一瞬 是生死不及的谎恨 问情仙耀住了几尘 就用这无名一句 诺此生 长行的不停留 归来的一瓶零酒 灵的前处风吼 凌春不睡的海银在酒 是风云雨雪的孤人 在天地紧摸出青春 地长过世外光阴冬中朝暮至一瞬 是出桥几盏的双人 逼不开心头旧红尘 就用这无名一句 诺此生 是铁面随着艺末星之前的一道 在天涯楼越初容身 听谁尝试外光阴宫中 照明至一瞬 是生死不及的 Save the fate of my son 失试此不及的欢恨 问情仙耀住了几尘 就用这无名一句 诺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